主席各位同仁大家辛苦了 今天终于通过了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设置条例的三条条文的修法 在国议会成立20年来 终于在今天有了新的转捩点 政府能够有更强大的资源与力量来提供艺文创作者更坚实的政策支持 此次的修法除了修正主管机关配合组织的改造为文化部之外 也增定政府编列预算之捐赠为基金会的经费来源 更同时修正基金会董监式的性别比例 扩大专业参与 消除宪法所保障对妇女的一切行事歧视 而修法之后将更能强化国议会作为中介组织的运作能量 落实备举的原则 并让回归创作者的创意与专业能够实践 未来所有的艺文团队终于可以无后顾之忧 提升国议会对于艺文的支持工作 而修法之后的国议会跟文化部将扮演一个非常明确分工的一个政策协力的角色 文化部的讲补助对象将以强化政策性 国际性 实验性 扎根性以及维护文化多样性为主 能够落实文化平权与参与 能够强化青年创作的庇护 以及新锐先驱计划的辅助 而修法之后的国议会 则能够整合常态性 专专业性的艺文奖补助资源 进行专业的审议 保障民间艺文事务多元发展 把柄做大 把柄做好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文补助能量 是回应新时代更多元更前瞻的艺文发展趋势 台湾择无旁贷的工作 谢谢大家的努力 谢谢 谢谢